由熊田千家木绘制的法布尔昆虫记 是世界上最经典的画作 今天我们就来读熊田千家木绘制的 蜜蜂玛雅历险记 原作者来自德国的瓦尔德玛尔·邦泽尔斯 由黄帆翻译普公英童书馆向我们推荐 出生后二十一天 玛雅小小的身体上 金黄色的绒毛闪着光 她一心想摆脱狭窄的蜂房生活 奔向光明的世界 祝贺你 可爱的小玛雅 你长大了 当玛雅从蜂房里挣脱出来的时候 小蜜蜂们也飞了出来 蜂王根本无法控制局势 一群分裂出来的蜜蜂 跟随新的蜂王离开旧的蜂巢 开始了新的生活 玛雅是由卡桑德拉姨妈抚养大的 她教会了玛雅许多的事 比如在蜜蜂王国 不允许个人擅自行动 要考虑到大家的幸福啊等等 还有 世界上有明媚的阳光 有高高的树木 有开满鲜花的草原 以及荧光闪闪的湖泊 卡桑德拉姨妈还告诉玛雅 她还会遇到各种昆虫 玛雅非常喜欢卡桑德拉姨妈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候 玛雅向门卫请叫了回家时需要的口令 在蜜蜂姐姐的带领下 玛雅第一次来到外面的世界 耀眼的阳光让她眼花缭乱 草原一片翠绿 暖风吹拂着玛雅薄薄的翅膀 哦 太棒了 回来的时候就是从这儿飞进去吗 对的 直接飞进来 菩提树是我们蜜蜂王国的标志 你可不能忘了玛雅 好 玛雅在阳光中穿梭 哇 这里可真美呀 玛雅在玉京香花园的上空 飞了一圈又一圈 玛雅累坏了 落在玉京香花上 她陶醉地仰望着蓝天 忘了回家 忘了采蜜 竟然睡着了 第二天 玛雅又精神抖擞地飞了起来 她来到一朵红花上 哦 太漂亮了 花上有一个金色的圆点闪着光 突然 一只身穿铠甲的虫 在花上向她挥手 迎接她的到来 嗨 你好 我是花金龟 叫佩皮 这是玫瑰花 佩皮是玛雅遇到的第一只虫 玛雅喝足了香甜的花蜜 看着自己的脚下 无边的蓝色闪烁着 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湖面上 再靠近一点 玛雅看见自己的影子也映在上面 玛雅停在一片大睡帘夜上 这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这是我的叶子 你有什么事吗 玛雅寻声望过去 原来是一只红头苍蝇 这是我的叶子 你有什么事吗 哦 它叫汉丝 汉丝说 每片叶子都有主人 这片叶子以前的主人被青蛙吃了 所以现在归我了 想到青蛙可能在什么地方 正窥视着自己 玛雅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候 玛雅的头上突然刷刷的一阵巨响 吓了它一大跳 汉丝被一只长着透明大翅膀的虫给捉住了 汉丝高声惨叫着 大翅膀的虫咯吱咯吱咯咀嚼着 玛雅都快晕过去了 不行 你快放开汉丝 放开它 玛雅用尽全身力气大声的喊叫 蜻蜓 蜻蜓三下两下就把汉丝给吃了 它煽动着玻璃般的翅膀坐了下来 哇 好漂亮啊 玛雅看呆了 它忘掉了恐惧 我叫秀努卡 连人类都会赞美我漂亮的身姿 不过 人类非常的可怕 特别是小男孩 秀努卡向玛雅 讲述了人类的恐怖和自然的严峻 然后拍拍翅膀飞走了 玛雅在枫林草的花蕊上醒来 第一次见到了雨 这时候 一只身材短粗的虫 从草上走过来 它是粪金龟 库卢特 一只大头虫从枯叶下面钻出来 它是黑蟋蟀依妃 依妃看见了库卢特 我最讨厌爱撒谎的库卢特 依妃说完 又锁进了洞里 躲在花里的玛雅 对伤心的库卢特说 嗨 你好 我是蜜蜂玛雅 啊 你好 我是大名鼎鼎的花金龟 库卢特 哦 库卢特又说谎了 为了仔细看看玛雅 她想爬到蒲公英的草径上去 结果脚下一滑 摔了个四脚朝天 她四脚乱瞪 向玛雅求救 玛雅冒雨飞到了一根细草径上 灵巧地利用身体的重量 压弯草径 将她递到拼命挣扎的库卢特手上 嘿 我说 抓住她 库卢特终于翻身过来 雨终于停了 明亮温暖的阳光又照耀在大地上 玛雅飞到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她正想在蓝色的漏斗花上吸一口花蜜 突然发现一只细长古怪的虫正盯着她呢 嗯 那是一只中丝 在鲜红的阴素花旁边 中丝看了一眼玛雅 小姑娘 你是树蜂吧 说什么呢 没礼貌 我可是一只漂亮的蜜蜂 可中丝装着没听见 嗖地一下跳走了 玛雅穿过树梅枝 正想飞到茉莉花上 突然被什么东西罩住了 一下子被悬挂在半空 大腹圆珠冷笑着 啊 怎么 你想撕破我的网 玛雅心想 这下完了 就在这时候 库卢特的声音响起 哦 让开 让开 我来了 让开 玛雅听出来 那是库卢特的声音 玛雅小姐 你曾经救过我 现在轮到我来救你了 库卢特爬上叶子 一把拽住了蜘蛛丝 往下跳 蜘蛛丝断了 玛雅得救了 谢谢你 库卢特先生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一大清早 森林还在沉睡着 玛雅就被小肚虫 菲利德林 敲打树木的声音吵醒了 菲利德林慌张地说 快看 有一个怪物爬上树来了 玛雅看见 一只长着细长脚的虫 你好 蜜蜂小姐 我是芒猪汉尼帕 玛雅一听 想起了那只可怕的大腹圆猪 我 我有六条腿 可是 你怎么有七条腿呢 好不 我本来有八条 不过被人弄舌了一条 人真的很可怕呢 那个晚上 星光灿烂 在月见草花开放的草地上 玛雅遇到了花仙子 玛雅一直想知道 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 花仙子就带着她 向着夜空飞去 有一天 玛雅正在接古墓的碎花上休息 突然不知什么东西飞来 一下子把她给抓住 拖到了半空 哦 玛雅被狐蜂抓走了 狐蜂 把她带到柳树中的狐蜂王国 在那里 玛雅识破了狐蜂将要攻击蜜蜂城的轨迹 玛雅想逃跑 但是却被卫兵发现了 可卫兵最后还是放了玛雅 因为聪明的玛雅给卫兵讲了她的恋人 秀奴卡的故事 玛雅一溜疯的 飞回了蜜蜂王国 通报了狐蜂来袭的消息 可怕的狐蜂来进攻蜜蜂王国了 蜜蜂们事先得到了玛雅的报信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狐蜂招架不住蜜蜂们的拼命抵抗 只好落荒而逃 蜜蜂的国度又恢复了和平 在玫瑰宫殿里 玛雅得到了女王的赞赏和奖励 蓝蓝的天空中 蜜蜂们手持花枪 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蜜蜂玛雅历险记 它的原作创作于1912年 当年被全世界数亿百万计的人读过 而那一年 也是今天故事的改编者 熊田千家木出生的第二年 作者熊田千家木 喜欢大自然 和那些小生物生活在一起 它甚至说 我就是虫 虫就是我 如果有一天 你有机会 能够看到这个故事的图画书 你一定会一眼喜欢上的 因为 熊田千家木的画 实在太漂亮了 对于是 我一直在太漂亮了 我一直在太漂亮了